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撇大麦 你要墨浴抹膏 换上衣服下到场上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他吃喝完了 当他睡的时候 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近期掀开他脚上的背 躺过在那里 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在这三节当中 我给一个小标题 就是拿尔米信良策 两者特别提出一个特别的计划 我们看经过收割期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收割大麦跟小麦 然后你在这期间细心观察路德的反应 以及分享在田里持起麦穗的情形 知道波瓦斯打从心里 对路德的关顾 对他的爱护 跟对他的欣赏 婆婆是聪明的 一听路德所说就知道 已经有些什么美好事情在进行 拿尔米行事非常有智慧 他也不会冲动 他等候神的作为 还要等候神的时间 经过一番祷告 他就怎么样呢 知道时间到了 希望致敬的亲属 另一位致敬的亲属 愿意履行义务跟权力 可是那里讲的话 还有一位一直都不闻不问 一位致敬的亲属都不闻不问 也没有任何关心的表现 所以就决定 才一起为路德的未来的幸福的分音 献上一个良策 然后呢 既然耶和华也感动波瓦斯 持续对他们母女俩有这么的关爱之情 干脆来一个大胆的表白 做一个好求给谁呢 给波瓦斯 这是一个善意的爱的邀约 如同一般民族有些提亲他们的习俗 那好让年长的波瓦斯明白你方的心意 愿意接下这个求 然后呢 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尽上致敬亲属的权力跟义务 来公开买苏徒弟 历绝美满的阴言 为死人生子留名利后世 完成怎么样的家族命脉的一个研系 南米就给路德的良策是这样 根据他了解 波瓦斯虽然是个大财主 但也是个勤奋的人 是 那我们致敬的亲属之一 你常跟他怎么样呢 使你们进出田地跟河场 但今夜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今夜他会在河场里面颇大麦 你要沐浴抹香膏 你要换下十几麦穗的这个工作服 不要穿工作服哦 回来洗好了 弄干净 不只这样 还要抹香膏 换上美丽的衣服 披上你的外衣 夜晚的时候 下去到河场 却不要让那人认出你的 当然也不要让其他人特别认出你 你要等他吃喝完了 当他睡的时候 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追 不是旁边的 那也是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个地方 不要去把他吵醒 那阿米告诉路德要沐浴抹香膏 这是一件什么很慎重的事情 不能以简单的衣服 或是你供着装扮去表达以你为以终身的意愿 必是端庄 清洁 又是美丽的打扮 但不是新娘的打扮 你要等他工作完了以后 让他吃饱喝足了 清洁一块去睡觉时候 他睡好以后 你才去掀开他脚上的被 不要吵他 就躺在那个地方 这对主人的敬重 也不是要从事男女之间欢乐的事情 那我们相信 香气可能促使泼阿斯 在睡眠当中醒过来了 你要躺在他的脚下 等主人翻身的时候 就会知道有人在脚下 就会醒过来 这为终身的模式 要让脚下知道 路德跟拿尔米的美好用意 主人醒来以后 就会了解他们的用意 就去进行该做的事情 我们一起思想 路德相信婆婆的建议 都是对他好 为他找一个好的归宿 幸福美满的家庭 也为夫家可以怎么呢 利后代指示 所以他对婆婆方面的这种讲话 以外邦人来讲的话 可能很多疑惑 但他完全相信 因为他敬重长辈 但也敬爱婆婆 但也是孝顺是问婆婆 因此神会加上祝福 求神让我们更懂得敬爱长辈 敬重他们 也能够顺从他们 孝顺他们 也让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让神的福分更多领导 能够荣耀神的生命 上帝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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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